我自己也數不到有多少隻貓 已經多到 但每一個貓都有自己的故事 客人很好 很疼貓 同事很疼貓 改變了貓咪的日生 他們由不採人攻擊人 到他們主動去 剛才爬上我們天緝哥哥的腳上 所以 這個是有愛的地方 Hello 我叫Poel 我開了這個動物園 是一個給貓咪居住的動物園 我自己很喜歡動物 後來疫情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棄養了貓貓 機緣巧合之下 接了詩詩和BangBang這兩隻貓貓 所以家裡就變成一個動物園 我最後就設立了這個動物園的地方 希望是一個永遠的居所 或者是一個很溫暖的家 一開始 不怕說 這裏是一個絲豆 你想像不到這裏全部都是黑漆漆 然後被人噴了粗口字句 或圖片 但是 我們都覺得 可以試一下自己改造這個地方 我們是有什麼都沒有 自己設計 然後 我要說這裏所有傢伙都是淘寶的 是不是很難以置信 我用了一間超級大的貨車 連入停車場都入不到 然後我們是慢慢一件一件地搬下來 應該是有100噸的傢伙 這樣去做 其實這間貨物園在地府 我覺得其實的危險都很大 這裡的租金便宜 因為我們負擔不了那麼多 我們就宣傳放了在綜藝 所以自己都是管理好社交平台 IG、Facebook、網上宣傳 所以一開始那段時間是艱辛的 其實我覺得都很痛 因為一開始 我覺得我也是一個藝人 我就是自己算是一個人的問題 所以自己不計自己的量 其實 所以第二個月已經可以收支平衡 第三、四個月開始就請到人 出到同事的量 我覺得做到這樣的成績 我自己都覺得 會給自己一點掌聲 其實有沒有什麼目標想做 就是可以繼續維持到 現在貓咪有的生活水準 因為始終現在競爭很大 可能很多人都是說 最多的貓咖啡店 裡面有六十隻貓 說真的我從六隻貓開始 我都會擔心的 人家可能都不需要選擇這個地方 我選擇六十隻貓的地方 但我又覺得 我養得牠們 我又不可以難為牠們 我覺得目標就是 希望下年你這間店 還在 然後 貓貓也可以吃到肥肥肥肥肥 不要再生病 OK 五十,! 感谢观看